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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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看什麼CNN、六成多人會覺得是誰贏 但我真的覺得昨天這場所謂的辯論 美國總統候選人的辯論 未必能夠真的影響到那個賽果多大 如果你說真的會有影響 就可能會更加令人覺得很不公道 你真的不能夠當美國人傻 不過真的有很多的故事 那不緊要的 完全不看我剛才說了多少謊 不緊要的 你們喜歡的就投了 就投下學 真是無所謂的 反正都是歐洲是死局 如果美國都變成這樣 我們這一局阿正做人就不要這麼大功 天下為功 我就為自己 我們東升了 現在捱一陣有什麼所謂 到時候 中國這麼穩定 我們當然能夠穩定 隨便做個洗碗 十萬八萬 還有不需要用美金用人民幣 那時候 每個人都用人民幣 那時候 真的無所謂的 我真的覺得 即是你說 我其實經常這麼嚴謹 我真的 第一 特朗普的英雄形象 當然很得我心 但撇開了那件事 首先 意識形態很重要 第二就是 它根本是不跟遊戲規矩 如果你覺得昨天的辯論 先不要說 現在傳出來 有人拍了它 耳有耳機 我覺得都不是耳機 我覺得甚至乎ABC 我很懷疑它通了水 都給了些資料去看 我們會問這些 或者給你一個朗尼 都搞定 一種準備好了 不要說那些 就算我昨天認真去看 是否真的 賀錦麗表現較好 辣到問題 那些人不等認真去看 昨天 我們香港的傳媒 包括吊實你友善 他做了一些 特朗普發言 比賀錦麗多四分幾張 是 做了一些就是 那為何會多呢 他不會解釋 是因為他被主持 折忍著他追問你 即是說你這個 你沒有FATCH 但賀錦麗沒有受主持 他對待 然後特朗普一直想 追問賀錦麗 說錯的話 主持不會給特朗普 他追問 因為追問那一天 又要發言多了一次 每個香港媒體都是 好像這樣 就營造一套 是主持偏方特朗普 你覺得是不是 香港媒體有做功夫 還是他們真的 只不過是 翻譯那些 CNN ABC那些 NOW 全部都是這樣 從立實 TVB 我常常都說他從立實 最慘的是一些 我們很尊敬的媒體人 都是這樣 我們平時看 比較泡民主 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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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一點 對於吳君平這次輕輕帶過 對於賀錦麗 在昨天的辯論 多次沒有屈特朗普 或者他自己 完全沒有一些 叫做 要禁止 想力壓力發去 去採劫銀柚 是 怎樣轉軚 在窗態的 知不支持 墮胎那些 他們的意見 倡議 等等 有很多事情 甚至譬如說到 現在美國都沒有市民 出境服役 很多的資料錯誤 前言不對 後語 沒有追擊 是沒有任何的傳媒 沒有的 除了一些右翼的傳媒之外 但一天的傳媒 主流不看 香港人不會看 美國的主流也不會看 於是個個都是賀錦麗 沒有所謂的 說真的 其實這件事 有時候我覺得 都沒有甚麼辦法 台灣的情況 我真的不明白 未必只是錢 為甚麼那些媒體 你們經常會想 為何你們沒有本書 為何你寶草派 那些媒體影響力這麼小 這個你真是 其實都有些道理 因為 其實左派的東西 真的容易 它簡單的 你不用深究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只是一個口號 道德高地 道德永遠道德高地 於是 你保守派 或者自己的人 其實基本上 我們更加偏好 個人的自由 OK的時候 甚至乎 我們是很正視 人性的弱點 反而它的號召力 沒有那麼大 但是不是真的那麼蠢 如果是那麼蠢 老實說 你們自己上去看 我想很容易找 McCarrie那個 McCarrie那個 什麼 它有些中文版 有些字幕版 在YouTube有的 三四分鐘 它就很清楚了 數了 其實你問我 如果有眼睛 昨天你說誰是大輸家 一般都認為 ABC就是大輸家 先不要說這兩個參與 debate的人 他們ABC 動不動 算得那麼厲害 是吧 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 他一些語塞 甚至乎不是錯誤的 他們 不過特朗普 我覺得他其實表現不錯 昨天 起碼 他可能被人激怒 我覺得他已經很鎮定 比起他四年前 八年前 很鎮定 因為上一次他大炒拜登 或者拜登他自爆 這次沒有這個效果 那些人不是有 是啊 那看又怎樣 OK 今天我說風水流信 我到 他怎樣看 贏定了 川普 不用看 那些大輪那些 關於熟數那些 是 他說 不過又不知道 什麼木 又說木旺 又說可能就會有些病 但是都回應我 就是那個中槍 就是耳朵 他說贏 沒得輸 木旺 一定贏定了 但是他很少這麼肯定 他不是很肯定 他很肯定 他很肯定 他這次也很肯定 特朗普這次贏 他很肯定 很肯定 看又怎樣 老實講 你問我 我覺得沒得輸 但是你一講到造假 郵寄投票 又說不行 就是 沒有造假 是啊 又 非法移民 又說可以投票 那你真的沒得搞 你想想 這些美國人 連一個辯論看到 一打三 看不出他公平的人 你都當看不到 不會出來 去爭取公平的人 只不過是 因為你 譬如我當是你 你 不喜歡特朗普 你希望特朗普輸 這個是一件事 你沒有理由 可以被辯論這樣 就是這樣搞法 辯論要公平公開公正 對 你什麼垃圾 所以 你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美國人就是 想想 其實講來講去 有些人 我完全明白所謂 你們心目中的 什麼深層政府 或者在台上 演戲的人 老實講 如果特朗普真的當選 他們真的是含家產 真是好像 阿主在白鴿那裡 心想 監了錯 特朗普還說 還要錯 就是用叛國罪 這樣就可能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跟你死角 我明白 但是有這麼多 未必涉及利益 這麼瘋狂的人 我真是很難頂 如果你現在十幾二十歲 大學生 那你瘋狂的人 我都明白 總之就是不喜歡 那種仇恨 那種煽動 基本上是沒有原因的 基本上 其實 現在真的是共產黨 正在做的事 所以我真心覺得 特朗普 如果你想想 你真的不要瘋狂 還想你贏 我都分中有性命之餘 據那些人這樣說 問一句 如果 如果 他贏了 會不會真的 再中彈 我真的不敢說 現在 你看回頭 這個 左右派之爭 反而因為這兩次的選舉 令到很多怡團 即是 我們未出生 或者很小 半信半疑的怡團 真的很清楚 那我就真心正正 我絕對覺得 有一個deep stay 但是deep stay 是不是有一個人 背後幕後 大哥 也未必是 是一個團火 這個團火 總而言之 所以你不要妨礙他們 他們搵食 或者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你金脈的那些 就要死 特朗普 你是外人 來的 對著希拉莉那年 如果他知道 你有機會贏 一早就碰到你 你不要說我 從day one 開始 從通俄門 現在證實 全部是假的 到了現在 所有司法 的迫害 不行了 繼續 不要說那麼多 先做下去 你真是清清楚楚 所以你說 真是當選 會怎樣呢 那我覺得 不知道 特朗普 學不學到東西 如果學到東西 就要狠 如果不是 人家 用盡 你打算光明磊落 真的很難搞 光明磊落 都是對的 但光明磊落 都是可以有很多 做到的 你要記住 在上屆 你特朗普 七千多萬票 比你第一屆當選 的時候 還多一千多萬票 其實你是有mandate的 很大民意支持的 至於我們的網友 在美國的Peter 都是當年很低 他說 那群這樣 那群 是Republicans 那群保守派 如果是 一月六號都搞定了 就跟我們的意見一樣 有利用嗎 那我都覺得幾是 所以我贊成 那麼槍 我贊成 你槍 都沒有用 你要把槍拿去 好 我們先講講三分 先不要講那麼久 第一單 就是林健鋒 這個行政及立法 好像是行政立法兩會 就說 說 是不是先減低影響 他說 駐美經貿辦 一旦關閉了 對商界影響 不會很大 那我又不覺得 他講錯 反正你現在的商界 基本上 都沒有人走 這個駐美經貿辦 說真的 這幾年 特別是這幾年 究竟你做了什麼想法 政治目的 你又是大 如果是駐英經貿辦 都是這樣的話 好了 但是 對商界未必影響很大 但是 官瞻就影響很大 對商界影響不是很大 有商界這麼多錢 撿了給他 對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同一時間 葉劉又叫美國當局 叫其實所謂當局 叫拜登不要去簽 他說 如果你們簽 你要考慮一下 中方可能會反制裁 怎樣反制裁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們作為香港人 作為中國人 當然希望不會去簽 雖然對商界影響不是很大 但是我們錢多 我們喜歡養班人 在美國 沒有問題 好了 但是你說 你要宣言下 真是這麼說 如果你們簽 可能我們會去反制裁 中方 這樣 可能擺盤很害怕 至於那時候 美國 說要你關閉 猴施棟領事館 你這個 香港駐經貿辦 會大 領事館 老實說 其實 你這兩個行政會議 反制 一個林建峰 一個葉劉 真的怎樣 一個又說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影響 一個說 不要搞 要不然會反制你 很害怕 死了 反制我 上次領事館 不讓我兒子去 吵你老婆 好妹妹 就是這樣 吵你老婆 真的 說回這新聞 我真的覺得 大家真是一業之秋 雖然這個 你都是預期之中 但是 你每一次見到 每一個層面上 都出現這樣的事情 你都不禁悲嘆 喂 這些事情 不是你特區政府 可以做好些 或者你不插手下去 都好些 今天 有一宗新聞爆出來 亦都有一些參與 這個組織 或者之前的一些管理層 董事 都有一些意見 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 有一個這樣的局 叫做AVS 大家用耳機 AV 就是我們看核老闆 後面加一個S 我不知道他 是Stand for什麼 我想都是 中間V肯定是Volunteer A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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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ion Volunteers Service 都長的 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 這些 說真的 說明 叫做義務工作 即義工 還要是七十年代 港英時代 建立的 Association 你們想像到他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是什麽 但今天又爆出來 被政府 說他過了世界利用義工的善心 和奉獻精神達到政治目的 老實說今時今日 如果因為這樣而不去參與義務工作 我想是會有人 為什麽呢? 因為他一定會有些人 去參與政府 叫你去做這些事情 而得到多些時數 那些不願意給政府利用的人 反而做很多其他工作 都未必有所謂的義務時數 就得不到那個 你當是獎賞也好 於是覺得不公平 即使義工也好 就不參加 而事實上呢 義工即是不收錢 往往大家就反而聚著緊 是這些 你有錢好地地 沒有錢大家做義工 為什麽做些什麼 拆鞋 我就怎麽做都不能得到 譬如說 獎賞 獎賞 那樣 就不不 我覺得這個情況 不過 都預了 首先就是為什麽呢 政府 希望 動用這個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 動用一些義工 去參與這個穿華服說好香港故事 首先這個局 他就不是直接是隸屬政府 但是他連年拿政府幾千萬 這樣就很難不聽政府說 我想第一件事 究竟這個穿華服說好香港故事 我們從基礎問 是不是我們中央政策 是不是 你們兩個人說好香港故事 穿華服 就好有型 喂 你屌你老母 你Define什麼華服都穿 鬼馬六 氣佛 鬼靈精怪 屌你老母 喂 老實實說 說我一萬億次 屌你不用陳芝思說 不用李瑞環說 我們香港人才能說 由當日 在九十年代 我說在九十年代 我還是在銅鑼灣做事的時候 我見到一個個別店 譬如那時我落匯豐 那個卓越理財 就是在地牢下面的 他落到下面 他竟然有一個牌子用簡體字 我都覺得他很懷疑 為什麼呢 他那時候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有了 九十年代 有些大陸下來開戶口 於是他用簡體字 讓他們容易理解 那時候我跟大家說 那時候的大陸人 他沒有那麼招拔 他沒有那麼招職 他沒有那麼招職 他有那些下來的人 他沒有那麼招職 其實呢 他們有天生識看正體字 我跟你說 就算他沒有學過 他是天生識看 他還沒有寫 天生識看 因為我們是象形文字 反而是容易看 反而我們如果沒有學過簡體字 有時候 如果不是他連著 真的未必懂得看 反而 有時候連著我都未必懂 因為他沒有邏輯 突然抽起了這件事 突然抽起了那件事 你也說很簡單 如果你問蕭的話 你問蕭的話 你問蕭的話我怎麼會認識呢 你不明白那個字 是蕭的嘛 十二生識就蕭 不蕭就蕭 你也說是蕭 那我當然不會認識 學過也不會認識 究竟是蕭建華還是蕭建華 你問我問你 當然是蕭建華 我擺明那個是蕭字 你讀蕭建華 那些是按鈕的 蕭就是三美 老實說 如果我去叫雞 蕭三美 換一個簡體字 蕭三美 我都招了頭 他是不是沒有認識我企人 蕭三美 我都招了頭 那時候這些 就未必是 什麼動員的 是那些店舖 是Hong Kong Bank 自己想著 以為是很聰明 他又忘記了一件事 譬如我去外國旅行 我都覺得沒有印額 例如我去到英國 去到那條街 原來周圍都 溫哥華 馬記凍肉 我也覺得沒有印額 我去到外國旅行 我當然要看外文 你不懂得看 不懂得看 不要緊 我要有那種feel 你來到香港一樣 我要有那種feel feel是一個不認同的地方 這是前殖民地 這是真正的 現在你這樣搞下去 含糟糕 今晚我們和淘曼的人 會說山東 山東有個地方 說名的 江州 即是青島 青島 我很懷疑 那些殖民地建築 德國佬那些 是更有氣息 香港這個八年的 被人做過殖民地的 英國土地 即是前殖民宗主英國 那種氣氛 已經沒有了 刮到 你了 好了 你叫人家穿華服 甚麼是華服 首先 甚麼是華服 然後穿著華服 來講好香港故事 老實說 如果你讓大家 他們會不需要 如果大家 少下網 如果你們可以常下網 中國 裡面也有些大媽 或者大媽 大姐 穿華服 要風 有時候也被人笑 叫他們去看場合 去那個大陸 他們 然後 叫義工穿華服 講好香港故事 老實說 你如果想吸引人 你找一大堆香港的年輕人講英文 找多些外國人來香港 招牌是選擇正體字的 是英文的 多些證明地建築 多些規矩 有他們罵不緊要的 總之規矩我們就是這樣的 可能就還有吸引力 你問我就 你穿件猴子的衣服 穿些氣服上身 我試過麥美娟 做人都過了 你穿華服 穿氣服也好 關於做義工甚麼事 如果不是探望路人家 維修電器 你真是壞人 為甚麼呢 平時沒有這些 現在就省錢了 說來聽聽聽 由特區政府 香港公益金 蔡某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的 非牟利慈善機構 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 日前向旗下義工團發出電郵 說為了響應 民體 旅局及康民署舉辦的千人華服 何國慶 你要去搞千人華服何國慶 你自己搞得到狗 現在屌你女兒母是 就利用這些機構 公益金錢政府也有給 屌你女兒母是 我是義工 我一定不掌握你 招募義工 穿著華服 去香港的景點 餐廳 拍短片來推廣香港特色 只要你參與這個運動 每一條短片 就可以作四個小時義工服務 即你拍十條 沒有限制你的 有四十個小時 拍一百條有四百個小時 即是如此類推 你多拿了這個義工服務的時數 有甚麼好處呢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 他們的義工獎 由2002年開始 文青局 和AVS合辦 香港義工獎 義工按服務時數 可以獲得不同級別的獎項 如果你有五百個小時 你可以有卓越金獎 那你覺得這個卓越金獎 可能是一個牌來的 其實真的對我們來說 沒甚麼意思 但有的人真的會 將來是一件事 而我明明做得很辛苦 剛才我講的這件事 但我不想參加這些 反而那些人 真的是拆鞋 來的 用甚麼意思 拍十條片 用甚麼意思 四十個小時 他沒有說我 沒有說我要不同華服 我穿了華服 我穿了華服 阿正拍我 各位朋友 我今天 小弟 小弟馬傑賢 今天來到這個 土光華美人街 參觀這個 一分鐘 一條片 然後去 各位網友 來到香港 各位內地的朋友 大家好 你可以叫我小媽 今天來到最傳統的香港茶餐廳 叫一個奶茶 叫一個蛋撻 就是我們香港人 最紫困的客戶茶 有一條片 你們想不去 走出去 各位大佬的朋友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有趣 這類是麥當勞 那是麥當勞 又是一條片 去殯儀館穿壽衣 行不行 那個壽衣 就 當然了 但我這樣說 壽衣 我覺得 因為我沒穿過壽衣 其實我很懷疑壽衣的材料 你穿上人 生人一動 是不是很容易爛 是不是 還沒穿過 好了 你竟然是衰得這樣 有十年義工經驗的會員說 過了世界 根本就利用義工的善心 和奉獻精神去做政治目的 但是 有不怨據明的前董事說 AVS大部分經費來自政府 不到你不聽他說 政府發言人回覆說 現在政府籌備 多項國慶75週年活動 邀請地區組織和不同機構參與 你就去要求 為甚麼要做這些事呢 記者繼續問我 為甚麼可以招募義工 去香港拍景點到拍短片 政府發言人 沒有回覆活動 是否涉及撥款 或者資助 只會稍後公佈 國慶活動詳情 我們不需要看 國慶活動詳情 你只是看這些事 我們不需要看 我們不需要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前律師會會長 彭韻希 在2021年11月起 接任這個AVS 即是義工組織 作為主席 在上個月底 即是八月底 用主席的名義 在大公報和文匯網 以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思想 即是兩者 對香港義工發展的啓示 為提利讚民 這真的很慘 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思想 即是我都要學 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思想 對啤梨晚報發展的啓示 這樣又有勁好 你可以多一下 那你就知道 他是義工服務 他叫做AVS 的主席 原來義工服務 除了能夠善用社會資源推動社會和諧之外 還可以起深層次作用 年青一代透過參與大灣區義工服務交流 或者參與大型盛事活動 好像全文會等等 能培養使命和自豪感 融入國家整體發展大局 下山三千子 真是老母真是不用說話了 你說怒不怒氣 人家很好一個義工組織 我不說他了 就是70年代 社會沒有這麼發達的時候 有很多人真的很有奉獻精神 現在我們覺得可能是左膠得好 慢慢出來做義工 義工也有一種基督的大愛精神 sharing 現在就變成這樣 好了 那你這些東西不關事了 那你說 你不要經常罵 罵特區政府 我真的不覺得中央政府 說到這些都是什麼的 電郵給那些義工的服務 的指示 服務詳情 義工 你穿著華服到香港景點的餐廳 拍攝 不多於40秒 死了 我剛才說了一分鐘太多了 40秒夠了 不多於40秒的短片 介紹香港景點 好開心啊 我來這裡的海參廟 為什麼叫海參廟 顧名思義 他以前在海的中間 在海參中間的 不過後來經歷過發展 現在搭了橋出去 後來我們就建了公園 所以在七八十年代 住在土關環一帶的朋友 他們除了來這裡休憩 踢球之外 吃完晚飯 還很喜歡跟家人 來乘客糧 而那個魚美石 還有很多年輕男女 拍拖在聖地 40秒搞定 吵你老母 真是好 不肯卻 我是其他義工 我真的不肯做 所以這些世人 老實說什麼都假 什麼都可以做 義工就老在這裡不做 做多少麻煩 你知道那時候人民的力量也是嗎 做義工也要爭風喝醋 多麻煩 OK 好了 喂 你做夠的時數 那你就會 講好香港故事 講好香港吃喝玩 還有 你還要教你 你這條短片你不用交給我的 你這條短片就 你自己上載你的IG Facebook 等等 很容易的 然後tap 講好香港故事 tap 香港吃喝玩 tap 義務工作發展局華服 他就知道 我整天使得都可以 可以的 tap 75A 真的要量 他最好 如果行家產 現在七八九月 我走出街 看見一條短片穿華服晚上 我真的吵你了 吵你了 我一個 立即吵你了 什麼劍子 是 吵你了 吵你了 我坐下 舊都舊去 我怎真知是人名鬼 吵你了 無端端 吵你了 喂 華服可以了 我穿到薑絲先生的那樣 好 看著眼光 看著眼光 吵你了 我真的瘋狂線 這個 真的瘋狂線 喏 他說電郵提到 如果你義工團的會員 每交一條短片 當四個中伏沒有計 歡迎參加者 提交多條短片 而我選擇宣傳片 選擇了 我還會在AVS 政府 女法局的社交媒體播放 嘩 這麼厲害 吵你了 是 其他那些 義工那些人 我不說了 那些那些很難感嘆 不過那些都是 呃 怎麼說呢 都匿名 敢怒不敢言 敢怒不敢言 為什麼不敢言 現在我馬建然就屌囂了你 不要什麼想法都政治化 吵你了 吵你了 整個說人家政治化 什麼想法結果你都是政治化 有什麼事 喂 等些義工 安安樂下去義工 尤其是現在你的區議會又散了 可能更加需要多些義工在不同的範疇裏面 幫助香港人 是不是 吵你了 你還可以搞這些事情 那你誰做義工 於是慢慢越來越少人做義工 這個很難正常 好 休息一會